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不介意深圳的本地生产种植超前香港 她认为港芯合作可以在全新台阶进行 在深圳准备出席明天 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的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出发之前接受深圳卫视访问 说香港和深圳之间未必有直接竞争 我不是很介意那些人 经常说深圳的本地生产种植已经爬了你头 因为毕竟人口土地各方面 是比我们丰富一些的 但未来的发展 我真是希望中央会继续给深圳特区 有一些都是先行先事 或者香港和内地其他的省市 未能做到的事情 可否先和深圳可以结合地做到呢 她说香港近年有小部分人 过分强调本土文化 排斥内地 但这些人并非主流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 从来不会因为见到有一小撮的人 有这种排斥内地的心态 而减少我们为青年人提供到内地 实习、交流、工作甚至创业的机会 她又提到 给在内地的香港登记选民投票 是社会的诉求 无线电视机就在梁家堡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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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